五岁男孩手脚惊人 手指脚指的最多一共是31个 31根指头成为新的吉尼斯记录 最多的是25个手指的脚指 多指究竟是何原因 他又是否能恢复如常 敬请收看X道10 五岁男孩的31根指头 五岁的唐鹏就是这31根指头的主人 每一个见到他的人 都觉得他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孩 可是将目光转到他的手指和脚指的时候 更多的目光是惊讶 咱们一般人的手指和脚指加起来 一共是20根 可是有这么一个小孩 他的左手是7个指头 右手是8个 而脚指头一共是16个 整整31个指头 他怎么会长这么多指头呢 而31个指头又会让他的人生 与正常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为什么好好的孩子会长出这么多的手指脚指呢 田丽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手足血媒外科的主任 同时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医学专家 就连他就连他也对蓬蓬如此多的指头 惊变不疑 一个孩子同时有15个手指加16个脚指加一起 31个从来没见过 当时咱们看到的时候也特别惊讶 这漂亮的小孩你说这个手脚怎么长成这样的时候 当时心里挺害怕 这个手术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所有人都无法回答 就像找一个捷径 参考一下别的医生做的 没有 就没有捷径可扰 无独有偶 在任寿县 一名叫做戴东梅的女子 双手酷似鸭掌 长着14根指头 我们时候嘛 我们就是 怒气过嘛 怒气跟姊妹嘛 就那样子 关节也多了 从外这个都也能够看出来 它那个关节的事都有多了嘛 与蓬蓬相同的是 戴东梅的手指比正常人也多出了好几个 但不同的是 戴东梅的脚是正常的 因此情况没有蓬蓬那么复杂 而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当中 记载的一个手脚指最多的印度小男孩 他的手脚指头加起来也就25个 和蓬蓬比起来还少了6个 我发现这个像美国 德国 日本 加我们国家专门讲手外科 先天机型的专注 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手脚总共31根指头 让蓬蓬创造了新的吉尼斯记录 可也正是这个记录 让他们全家痛苦不已 因为没有先例参考 这也就意味着整场手术都得自己独立设计 该怎么处理蓬蓬这些多出来的指头呢 经过仔细的数前检查后 田主任发现 要想完成这场手术真是难上加难 不但是单纯的多 它还有三个手指呢 是变在一起的 从根一直变到尖 相比较而言 蓬蓬的脚趾都是分开的 手术起来会容易些 田主任决定先研究脚的方案 这一研究情况又变得复杂了 脚的功能是负重和行走 我们看到蓬蓬的脚各有八个脚趾 脚掌也比别人宽 很不美观 但是走路甚至跑跑跳跳都没有问题 功能上来讲 它脚的功能是正常的 所以当时考虑 脚的手术做不做 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 这多出的脚趾还需要不需要做手术呢 做了手术会不会丧失原有的功能呢 在田主任犹豫的时候 蓬蓬的父母却一诚坚定 脚就是特别宽 然后买鞋不好买 买要是穿正好的话 就抹脚 脚都抹破了 抹红 有走到走一段时间脚就破 除了生活上的不便 父母考虑更多的是蓬蓬的心理健康 因为之前提到的人寿件的戴东梅 因为多指导致的二十多年的坎坷人生路 让蓬蓬的父母似乎也看到了蓬蓬的未来 而有着三十一根指头的蓬蓬 如果她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显而易见 戴东梅的人生就是她即将要面对的人生 因为今年才五岁的她已经开始感受到了 外界的异样的眼光 像和小朋友们一样 是蓬蓬最大的心愿 这样对孩子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 要想和其他孩子都一样 因为让她完全融融的同学中去 所以决定 她应该脚的手还应该做 然而到真正做方案的时候 这十六根脚趾究竟该如何取舍呢 有医生提出 从两边各切除三个 保留中间的五个脚趾 两边做的话 就增加两个创口 靠最里边的这个叫大拇指 虽然外形和正常还是相对小一点 但它是两点滋骨 功能还是不错的 还有这个功能 最终 天主任决定 切除靠外侧的三个脚趾 这样 创口就减少了一半 可是手术并没有这么简单 它不单纯是把这个三个脚趾拿掉 和脚趾枪对应的进车的骨头 都要把它修成一个比较光滑的曲线 这样从外形上也好看 穿鞋也比较顺 取出多余的骨头 这无疑又给手术增加了新的难度 然而真正让大家担心的是手术的结果 它原来用八个脚趾走路 这个五年了 这四五年了 它已经习惯了 也很稳 要做的话 要切掉三个脚趾 和原来 能不能保持原来的平稳 脚的手术 我们觉得还可以 而是手的手术 觉得很难吧 脚的手术方案已经确定了 但真正让前主任觉得 几手袋是蓬蓬手的方案 它的左手共有七根手指 拇指旁边有两根 三根沾黏在一起的手指 最后是小指 右手更复杂一些 除了和左手相似的手指外 还有一根非常短小的手指 长在大拇指上 除此之外 蓬蓬的手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 大拇指是最重要的一根手指 它和直指加起来 占手的75%的功能 缺了剩下的三根手指 一样能够进行拿捏的运作 而如果没有大拇指 手的功能就被削入了一半 用筷子也不会用 写字 咱们都是这样才拿 它就是满手抓 这样才拿 蓬蓬的大拇指虎口处 多长了一根手指 相当于没有虎口 这样一来 在常人看起来十分简单的夹捏等动作 他都无法做到 他只能利用手指缝隙来夹东西 脱衣服自己也脱不良 脱裤子什么的 脱袜子也脱不良 正常情况下 夹东西写字 对于我们来说都很容易 为了体会蓬蓬的不便 记者用橡皮 把自己的拇指和食指 中指和无名指 分别捆绑在一起 于是无论是拿东西还是写字 都显得十分的力无从心 多指 再一个没有虎口 拇指不能对指 第四个就是有三个手指 是并在一起 所以它这个手术 手术难度还是比较大 以蓬蓬的右手为例 一共八根手指 每一根都有独立的植骨 到底切掉哪三根最为合理 而且为它切掉手指的同时 还要再为它造一个虎口 没有先例 一切只能靠田主任的经验去判断 这个多数这个拇指 这个比较好处理了 直接把它切除就可以了 它没有虎口 没有虎口呢 要切掉第三个指 从指尖一直切到根 把它切掉之后呢 就这个手指和这个手指 间距离增大了 这样有一个大的虎口 它就能抓东西 切掉第三根手指之后 蓬蓬才会拥有一个 和我们类似的虎口 接下来要解决的 这粘连在一起的三根手指 这样我们把呢 中间这个手指把它切掉 切掉呢 从骨头它编在一起的 用微型电锯把它锯开 一直切到根这个位置上 就把它去掉了 经过漫长的等待 方案终于敲定了 可是手术却一直没有进行 因为这孩子 双手双脚都需要 这次手术来完成 好几个手术的素质呢 融外一体 这样手术时间是比较长的 手术时间越长 对孩子来说就越危险 最大限度 减少对孩子的打击 我们决定分为三组医生 同时进行 为什么好好的孩子会长出这么多的指头呢 三年来的求一路 蓬蓬的家人始终没有得到这个答案 我们再把目光重新聚焦到 长着十四根手指的戴东梅身上 如果能够知道他多指的原因 或许就能够借此抛砖引玉 分析出蓬蓬的病因了 对于戴东梅出现的多指病指基形症 有人怀疑是他父母近亲结婚所致 其实真是如此吗 我们是年了三十多岁了 三个才跟他们爸爸一起相处 父母都是惊人介绍结婚的 并且母亲还是再婚 所以近亲结婚这种说法并不成立 那会不会是胎儿发育不良 导致多指病指基形症的出现呢 没有没有 从外表上看 戴东梅的父亲与普通村民没有丝毫的一样 而当他把手拿出来之后 却像换了个人似的 另外戴东梅的父亲同样患有多指病指基形症 胎儿发育不良的这种判断又被推翻了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随着采访的深入 记者得知 不仅仅是戴东梅妇女俩的手与常人不一样 戴东梅的唐姐和表哥也患有同样的病 这是一个多指病指基形的大家族 比如戴东梅的唐姐戴小红也有严重的基形手指的情况 甚至连戴小红八岁的女儿小雨也未能性命 戴小红的女儿小雨相比其他患者来看 她的基形手是最严重的 这也是整个家族中年龄最小的鸭掌手患者 就我们妹妹手比较严重 当我们这女子看起来比我们这妹妹还要严重 就从前面前看来就情况越来越严重 谁也不会想过用手拿东西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任何一个小朋友都能做到 而小雨却要花上数倍的时间才能完成 为了了解戴家鸭掌手的病因 成都一家整形医院的多名专家组成了专家团 亲自来到仁寿 对戴小红的家族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 专家组首先对戴东梅的家庭饮用水 进行了调查和取样 最后专家组又试图从家族遗传方面 来调查怪病的原因 据了解戴东梅的曾祖母患有此病 但在她的六个子女中 却有三人未得此病 而这三人的后代也没有发现有此病 当然每个人他都有好的机 他也有不好的机 但是有些人他就计算了好的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配合